是 是的 其實我不太喜歡用韓式龍鼻這個名詞 因為第一個 這個龍鼻不是韓國人發明的 現在技術也不是全然都是韓國人所發明的 所以我現在都把它稱作鼻雕手術 那鼻雕手術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鼻子有鼻背 鼻頭 還有鼻影 還有鼻柱 所以其實各方面都要配合 才能做一個很好的龍鼻手術 所以我都把它稱作鼻雕手術 其實這個是這樣 最早的時候是用一個L型 直接把鼻骨放在這邊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叫做一段式 但是這個方式做起來鼻子都不自然 都不好看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我們鼻背 目前為止還是用人工的材質 鼻頭部分拿自己耳朵的軟骨 或自己軟骨 或者是液體的軟骨來做 變成鼻頭和鼻背 變成兩段式的鼻雕手術 那後來我們現在發現到 有些人眉心的部分不夠 因為我們發現這個眉心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認為說鼻子的長度是從 眉心開始 眉頭開始 所以因此我們又再把電眉心這個手術 加進去變成眉心鼻背 鼻頭 叫做三段式鼻雕手術 液體熱軟骨就是人類的軟骨 經過高劑量的伽馬射線 照射以後不會有病毒 也沒有活的細胞 也不會有細菌感染 這叫液體熱軟骨 跟自體熱軟骨非常地類似 效果甚至比自體熱軟骨 或者說自體軟骨 自己耳朵的軟骨效果更好 那液體熱軟骨它的優點就是 它具有自體熱軟骨 自體軟骨的優點 也就是說它比較自然 而且不感染的機會比較低 那它沒有人工材質的缺點 就是說比如說夾膜卵縮啊 或者一些缺點 所以因此我們認為液體熱軟骨 未來在鼻雕手術 或者在整清外科的應用上 會佔有一席的地方 謝謝高醫師為我們做鼻雕手術的回答 謝謝 謝謝